- 阿正的廢仔小圈圈 - 大家好,我是阿正 - 歡迎加入阿正的廢仔小圈圈 大聯盟開季至今一個月 - 想跟大家一起回顧現階段亞洲球員們的表現 - 如果今年還沒跟上棒球季的腳步 - 那本期將會對你很有幫助 - 開始之前一樣請大家先把滑鼠移到螢幕右下方幫我按個訂閱 - 說到本季大聯盟最活躍的亞洲球員 - 絕對是日本二刀流好手大谷翔平 - 直到5月13號為止 - 翔平累計打擊率2.57% - 外帶10轟以及26分打點 - 另外也有64的倒雷 - 整體攻擊指數達到0.877% - 目前並列每年的拳雷大王 - 說到頭球成績 - 大谷開季至今先發5場 - 拿下1勝0敗 - 防禦率是優異的2.10% - 最近一場則在泰國人組場立投7局 - 標出10次3陣只丟1分 - 不過雖然大谷在25.2局的頭球局數中 - 送出多達40次3陣 - K9 只達到14的超高水準 - 但相對的BB9也來到7 - 也就是每9局就得送出高達7次保送 - 依舊是現階段最需要改進的地方 - 值得一提的是 - 4月27日大谷先發面對游記兵 - 當時他以拳雷打領先者的角色擔任先發投手 - 成為1921年貝比魯斯之後 - 大聯盟100年來又一位達成創舉的超級巨星 - 之後祥平在5月7日敲出本季第十轟 - 同樣是繼貝比魯斯之後 - 再度有人達成4年內兩度完成單季十轟 - 以及30次三陣的二刀流選手 - 說完大谷 - 來談談近期被光芒隊指定讓渡的 - 核子大砲統槍加世 - 2019年球季後 - 統槍加世行使旅外球員權力 - 離開了效力10個賽季的橫冰DNA - 當時他與坦帕灣光芒簽下了兩年1200萬美元的合約 - 2021年推估年薪約為700萬美元 - 然而旅美首年就遭到疫情波及大聯盟例行賽縮水到60場 - 此外韓籍野手崔志萬的崛起也間接壓縮了統槍的出賽時間 - 雖然全季依舊出賽51場 - 但打擊率是低迷的1成97 - 不過交出8轟以及將近4成的長打率 - 依舊讓球團對他有所期待 - 今年大聯盟例行賽重回162場 - 但統槍的表現似乎不見喜色 - 目前78個打數就吞下了多達27次三陣 - 本季出賽26場也只有5分打點 - 這也讓光芒球團終於忍不住 - 決定將他放入指定讓住名單 - 未來可以選擇交易、下放小聯盟 - 或者離開球隊另選東加 - 有日本媒體指出 - 即使頭香加制回到日本 - 老東加橫兵也未必有空缺 - 畢竟年輕的第四方左野惠泰在近年突飛猛進 - 洋教Austin和Soto的首位也與統香重疊 - 但也不排除統香會加入其他球隊 - 畢竟今年他也才29歲 - 可以帶領年輕球隊成長 - 如果能找回打擊威力 - 依舊是自由市場上的一條大人 - 其他亞洲打者方面 - 台灣的張育成近來陷入打擊低潮 - 目前初賽22場累積打擊率只有一成40 - 也由於競爭對手Jack Boris的手感回溫 - 最近幾場也調出了先發陣容 - 希望育成能盡快找回春訓時的好手感 - 另外韓國選手金和成今年成功挑戰大聯盟 - 主要擔任教師隊看板球星Fernando Tatis Jr 的替補 - 開季時Tatis受到傷勢困擾 - 也讓金和成得到了不少出賽機會 - 即便一開始的三陣率過高 - 被韓國媒體大酸特酸 - 但之後也急出了呂美的手轟 - 現階段打擊率2成03 - 有一發全雷打以及6分打點 - 日前Tatis又因為確診新冠肺炎 - 總教練已經表態 - 將排上金和成作為教師隊先發遊擊手 - 大家就拭目以待吧 - 身為另一位日籍野手的秋山翔武 - 開季時受到傷勢影響並沒有隨隊 - 直到美國時間的5月7號才完成本季出登場 - 至今初賽8場安打還沒有開張 - 投手方面本季轉戰教室的打比修游 - 表現依舊威猛 - 現階段先發8場拿下3勝 - K9值則是驚人的11.1 - 防禦率同樣是高水準的2.08 - 效力隨手的橘石雄心 - 則進入呂美的第三個賽季 - 至今自責分率4.30儘管不算突出 - 但已經是個人呂美生涯最佳的一年 - K9值則保持在出色的9.2 - 而且BB9已經從去年的3.8大幅進步到2.7 - 相信只要隨手隊的火力幫忙 - 橘石的帳面成績絕對不會只有一勝 - 本季行使旅外球員全力的有緣行評 - 以兩年620萬美元加盟德州遊記兵 - 開季的四場千發就奪下兩勝 - 但最近三四千發分別面對白襪紅襪以及隨手 - 都頭不滿四局就被打爆退場 - 而美國時間5月9號 - 他也因為右手中止的傷勢進入了10天的傷兵名單 - 韓國選手方面除了柳賢正和金廣炫之外 - 今年還多了韓國隊的王牌左頭梁璇總 - 他在季前與游擊兵簽下一張小聯盟合約 - 不過憑著春訓的好表現 - 成功的擠進開季名單 - 推估今年大聯盟年薪為130萬美元 - 另外有55萬的激勵獎金 - 本季出賽三場包括一場千發 - 防衛率是優異的2.25 - 而且主頭12局就標出高達134的三陣 - K9值也來到9.8 - 今年可以說是亞洲選手數量大爆發的一年 - 也期待台灣的林子偉能再度獲得升上大聯盟的機會 - 目前球技進行不到四分之一 - 希望這群亞洲之光 - 能在世界頂級的棒球殿堂發光發熱 - 以上就是本集口前提振值的全部內容 - 歡迎在評論區留下贏的想法 - 也肯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- 我是阿正 - 我們下次再見囉 - 掰掰